有一個非常大的消息告訴你 現在中國和印度 不是中國和英國 中國和印度要舉行 聯合軍事演習為期兩週 而且是在去年的動腦事件 發生之後 第一次聯合軍事演習 大家知道中國印度 以前老大男的問題 一個是邊界問題 一個是西藏問題 還有一個心態問題 龍象之爭 印度人老以為自己是龍 是一個象 跟旁邊中國的龍一比 龍象跟龍比太小了 這是一個心態問題 但去年的動腦之爭 其實大家都記憶有心 但是時過境遷 一年多過後 我們看來今年上半年 印度的總理莫迪 為了我們習大大 兩次來到中國 習大大到哪兒 他自己到哪兒 其實這意味著什麼呢 這意味著雙方把雙方的關係 放到一個戰略重點來看 這就是相當自豪 與此同時我們來看看 香港的新聞還報導說 中國大陸現在有個超藍的 超藍沖壓引擎試驗成功 時速達到1萬公里 能夠製造超音速的武器 我們記得12、13 甚至10年之間 我們還要求歐盟對華解禁武器 其實現在我們不需要的一切 都要靠我們自己來處理 十年一過 十過境遷 但是這個事情讓我們非常唏噓 我們想想十幾年之前 這個江炳坤與陳雲林 陳江慧或者江成慧 讓我們記憶遊行 雖然陳江慧比不上當時的 汪谷會談 但是也是兩位老人 海基會的董事長和海協會的 這個會長之間的一個對話 但這十年一過 尤其是最近兩年多 這個參議院上來之後 兩岸關係大幅地逆轉 我們還是非常希望 未來兩岸關係能夠 至少能夠回到十年前的一個情況 不過不管怎麼樣呢 現在雙城會 台北和上海的市場的雙城論壇 還在舉行 今年的余會人數創歷史新高 官方走不通 民間走通 但是韓國瑜不去 韓國瑜也許有他的想法 希望把市場做好 也許有別的一些 我們還不太理解的一些考慮 這個是讓我們感到 非常悲痛的一件事情 安全問題還是要大家注意 與此同時 美國現在對朝鮮還在進行制裁 而且制裁朝鮮的個別的官員 以侵犯人權為名的 制裁朝鮮三名高官 但是文在寅我們知道 從去年5月10號上任之後 9號當選 5月10號馬上就上任 這也是文所未聞的 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無論是在朝韓 還在美朝 美朝韓之間 文在寅先知地表示 韓國應該在辦的問題上 發揮積極助手的作用 但是問題是這個money還是很貴的 按照韓國朝鮮的先驅報說 2019年它光在朝韓之間 花的錢就達到8.9億 不是日元 搞錯了 是美元 不過假的日元 我們馬上看看日本 日財和錢董作都遭到起訴 所以謊報財務 短報新潮 日本人這種事也幹得出來 真是沒想到 好了 日本的事 我們不談看看南海爭議 南海爭議最近開始有所平靜 這一方面是跟我們的 高災援阻有關 另一方面跟美國特朗普政府 適度淡出有關 所以我們經常跟美國人說 只要你們淡出 把這個地區的事物 交給本地區人民來處理 就可以處理好了 現在馬哈蒂爾 馬來西亞的老總理 也是新總理 這也是聞手未聞的 一個92歲 還給當總理 讓我們所有的男人都看到希望了 我認為一個馬哈蒂爾 一個楊正林 讓所有的中國男人 全世界男人都看到希望了 馬哈蒂爾說 林海爭議可以帶上國際法院 這個問題我們要考慮一下 好鄰居沒問題 好鄰居也不用帶上法院 如果不是好鄰居 帶上法院有什麼用呢 好 澳大利亞接受了首批 兩家35型的F35的戰機 隱形性能受到考驗 澳大利亞朋友最近還是要有一點反思 其實為什麼在很多的問題上 無論在孟晚舟的問題 南海問題等等 包括對華的舊婚問題上 澳大利亞都要充當馬遷族呢 你本來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和平夥伴嘛 好 與此同時 我們看看在軍火方面 美國經常指責中國的軍費 軍火 高漲 現在我們看看 香港信報CNN自己的報導 說美國殘連全球最大的軍火商 第二位不是中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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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not China It's Russia 是俄羅斯 本來是英國 現在俄羅斯超過英國 越聚了第二位 好了